好 接下来为大家讲解 同音收或者同音类 不管是同音收还是同音类 一个音阶的气息变化 我们从低音到高音 有一个气息的变化 轻重黄极 那么吹奏低音的时候 要轻黄 口风要相对粗一些 那么吹奏高音的时候 口风要极 而且要细一些 那么这个高音才能出得来 假如说 干学的同学们 就是要多练习 高音的练习跟低音的练习 低音要出要晃的气 像这样 要做到通松空 高音呢 吹到一个最高音的时候 要有嘴劲 加上腹部的力量 才能吹出一个高音来 不要用 不要用唇部的局部力量 假如说 一个高音 这样的话 就是产生一个声嘶力绝的 一个现象 也要放松一个嘴唇 要用 多用的是腹部力量 就是丹田链 像这样 这样的音色出来 会比较好一些 比较松弛一些 那么这个 同音收同音来的 就是气息要点 就讲到这里 好 接下来为大家讲解 同音收的执法练习 那么在同学们 最早接触的执法 就是为同音收的执法 为什么叫同音收呢 我们按住每一个音孔 吹出来的这个音 就叫收音 那么打开第三孔 为多 这就是我们最早接触的 一个执法 那么我吹首那些都 大家注意听一下 这就是一个标准的 同音收指法 那么整个的音间 大家再听一下 就是注意我的手指 同学们千万不要用错 手指的起落 手指的起落都是有规格 就是不能太高 也不能太低 太低会影响音准 这就是一个上行的音阶的练习 注意每一个手指的起落 然后下行的音阶练习 那么同学们要注意 就是一个发的 发的低音发 同到高音发的练习 这应该是中音发 这个指法 盖住四五孔 那么高音发呢 就是要多加两个 就是打开一六孔 这就是高音发的指法 然后再说到一个高音拉的指法 高音拉 打开一四孔 一四孔 打开这两个 两个无名指 然后嘴上要有口径 气要急一点 才能把这个高音拉吹出来 然后高音收 就是一样 跟中音收一样 打开第六孔 然后低音收 就是前部是盖住的 刚才说到的就是 同音收的指法 那么我会在教程里面 编写的比较多的 同音收指法练习的练习曲 那么接下来请欣赏 同音收指法练习曲的示范 接下来请欣赏 请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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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赏 请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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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赏 请欣赏 欣赏 请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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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赏 请欣赏 欣赏 直起来形成一个半孔的 半孔多的练习 那么在快速执法练习里面 就会有这个好多半孔多的应用 那么在华音上面也是用的是半孔多 所以这个同用来的执法要请大家多练习 我在教程里面也会编写比较多的练习曲 那么下面请欣赏同用练习曲示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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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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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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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